你今天怎麼打扮的 林正義 九書 就是我們小時候 很愛看的港劇裡面 道長的打扮 就是穿這樣好不好 非常正義凜然 也是港片中 大家非常喜歡的角色 對 因為我們現在 年代March台呢 有超多的港劇可以收看 可以讓大家去回味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了 那現在剛好農曆七月快要到了 所以今天請來六位來賓 可以來聊一下 他們有什麼跟林毅事件 擦身而過的經驗呢 那韋哥一個人 就講半個小時了 不要這樣 韋哥身邊的人 也都是妖魔鬼怪 你注意喔 今天不是喔 今天不是喔 好 首先這邊是 驚悚嘎啦隊 歡迎陳文明 文明哥 文明哥 歡迎 還有馬菲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馬菲斯 以及廚旭 廚旭 大家好 我是廚旭 對面呢 襄妖除魔隊 關韶文關關 大家好 好 射鬼纏身圓圓 什麼蝦齋解惡 謝元晴老師 大家好 那關關來有什麼事嗎 關關也來有 我宣傳新的鬼騙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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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他啊 那是他是不是 來 但是你也是鬼騙嗎 來… 來… 出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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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本了 恭喜… 第三本 再痛也要勇敢成全自己 就是被鬼抓嘛 不是… 他做那個症惡手術 症惡手術 我之前也是下巴比較長一點點 然後呢 我的牙齒在外面 所以後來 你好好推船 你稀疏 沒事撐我 幹什麼 不是 我覺得你一切 不能這樣破壞關係 對啊 你長得好好 做什麼症惡手術 尾哥都還沒做 你憑什麼做 你出道幾年 是不是 香蕉先跑去做 你也跑去做 是逼我是吧 對啊 我要講給偉哥跳是不是 偉哥會 你要不要先 你先看這本書 再考慮要不要去做 對… 對… 因為再痛也要勇敢 我跟香蕉是同個醫生 幫我們一起開刀的 那個時候就是術後 對啊 關關有出來上通告 對 那個臉還是腫腫的 最辛苦的時間大概是 術後有一個半月 都只能喝流脂的 完全不能吃東西 都是喝果汁 牛奶 然後什麼 麥啊 牛奶啊這樣子 布丁跟什麼果凍豆腐都不能吃 可以 但第三個禮拜可以慢慢吃一些 皮蛋瘦肉粥 還不能加皮蛋跟瘦肉 那就是粥 那就是葡萄粥 對 我們可以用果汁機打一打 再吞下去 你看到沒有 第三本書 第三本 就語心之要多多支持 我們關熟文 也要勇敢成全自己 等一下陸安穎 那個醫生電話是可以給我 可以 一定要 我們幫你推薦一下 文哥這邊也有新作品 要是給我兩次 看有個新電 對 新電影的男主角跟女主角 第一次來 對 聽說是暑假黨的大片 對 我們這部叫做嘎啦 嘎啦 也是以下巴為主的一個電影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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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講前輩 矯正啦 矯正為前輩 你也是經過矯正 才當男主角的 沒錯 沒錯 你也是有矯正 沒有 他是一部以邪教為主的口部片 然後挑戰大家的密集恐懼症 跟挑戰你的感官 那他的邪教是有點像 有一陣子不是那個薩滿 那些就是 對 類似 像我在裡面飾演 就是一位中邪的直播主 是 對 然後也是中邪的媽媽 然後從就是一部一部 慢慢開始 也是從那個 有關於政惡這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他是牙齒為主 就是開始從這邊慢慢的溃爛 慢慢溃爛 就是挑戰密集恐懼症 很恐怖的來感 那個特殊重要畫得很厲害 對 就是靠我們非常 還要張著嘴這樣畫 對 這個很難耶 我們畫非常非常久 對 大概四個小時時間 就整個嘴巴都是充滿了牙齒 密集 密集的牙齒 你們不是說這個夏天很熱嗎 放暑假很熱 看完保證很涼 沒錯 很冷耶 那你們自己有曾經 因為像你們有這樣拍鬼片拍啊 因為很多人都說拍鬼片 你爸自己要夠久 有 有 你們是去一個度假村 就從度假村開始衍生的故事 然後據說那個度假村 也是有一些某些師父吧 好像是在那個度假村的山區 拍完之後有經歷過非常可怕 師父是不是有面熟的人 因為我們拍攝現場 其實有一個師父過世了 就是他是在十幾年前過世 聽說他要找一個他的接班人 對 抓交替這樣 然後最後就挑到我們劇組某一個人 結果後來我們回台北的時候 我工作室裡面就有四個工作人員 突然在同一個時間重型 就像大法師那樣子 對 不是那個蜘蛛這樣爬 對 蜘蛛爬 刀著爬那樣子 然後就口吐白沫 然後他們一直說在他眼睛裡面 有看到一個好像是 師父一樣的人要來抓交替這樣子 對 最後才在我們的劇組裡面 我們的工作室裡面 知道他要來找的這個冤親在主是誰 這樣子 對 對 你看 聽起來好精采 他們隨便講就可以講說 這麼令人感到驚悚的鬼故事 對 所以7月19號這樣 對 7月19號 記得要去 全台各大戲院都有上映 對 一定要支持我們嘎啦 嘎啦 那我們真的農曆7月最後還是收在 謝老師這邊好了 是 一般來說很多朋友在農曆7月的時候 可能會到很多地方去 所以尤其是年輕人很喜歡夜遊 我常常遇到很多年輕人去夜遊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民間也會進界 比如說我們可能夜遊的時候 盡量不要叫人家的全名 對 然後不要隨便 過人會被葫蘆收進去 對 不要 不要隨便拍人家肩膀 因為我們常常人有三把火 一拍他嚇一跳 其實有時候我常常講 比較科學導致 你很容易被嚇到 因為你自己本來在那個過程中 你就害怕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另外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比如說到醫院或者生病的場所的話 我會建議說盡量平常時候 如果你這7月份可以盡量不去 尤其是我們有些人命格裡頭 帶有一些像 比如說今年可能犯完 王神 桑門 天孤教 意思就是說 你在這一年裡頭 凡是這類的場所 你都不太適合去的人 那我會建議你 如果說你真的不得不去的話 可以準備一個紅包袋 然後裡面放 36粒的白米 7片的榕樹葉或芙蓉或莫草 然後再加上一小撮的這個粗鹽進去 然後基本上去到醫院之後 回來的時候 記得把它在路上就丟掉 如果你要是萬一 萬一如果真的要回來的時候 還是覺得不舒服的話 我會建議你再準備一份 然後用一半的熱水一半的冷水 然後用完之後 記得整個眼睛耳朵鼻子嘴巴 整個頭頂差一遍 那個代表淨化 然後我們基本上來說的話 就比較不會受到干擾 人家說去那些地方回來 不要直接回家 對 要在外面 去外面繞一繞 比如說便利商店那些 又便利商店人多 利用讓人流 把一些會戲帶走 是 對 老師提供的方法 可以給大家參考 不要多注意 是 今天獲勝的隊伍 有機會可以得到 10萬元高級家電